万众瞩目的两会报告来了 我通俗地为你翻译几个点 把GDP的年度增长目标设置成5% 还是很务实的 如果真像之前很多人说的 设置6%甚至以上的目标 那为了完成目标 势必会去拉房地产 去年基数低 而今年已经解决了去年的口罩事件 实现5%没有那么难 这个目标再次确定了 今年不可能像2016年那样 靠包拉房地产来拉动经济 关于房子官方的主要任务 还是去杠杆防爆雷 保交楼再次提到了地方债务风险 也许我说的是 也许今年城投拿的会少一些吧 那么房地产起不来地方财政 尤其是中小城市 的地方财政该怎么办呢 其中一部分还是要靠中央转移支付 设置赤字率是3% 去年是2.8% 别小看比去年高的这0.2% 意味着官方合理合法的可支配 财政至少比去年多了4000多亿 专项债比去年提高了1500亿 值得注意的是 有一半以上的额度 其实已经提前下发了 三四月份将是高峰期 也许你将肉眼可见 你所在的城市 会有很多大项目就要上马了 很明显官方想通过加大官方 投资力度来带动民间投资 那么民间资金 能不能如官方所愿迅速跟上呢 恐怕还是要看政策的持续性 今年的重点就是扩大消费 怎么扩大呢 提到一点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那么怎么增加收入呢 股市会是这个多渠道之一吗 希望如此吧 举国体制抓科技啊 暂时不会再打压平台经济了 再提数字经济继续深化国企改革 毫无疑问数字经济和央企 改革板块一定是今年A股的主线 至少是主线之二 总体来说 这份报告给我的感受就是八个字 不再折腾真抓经济 我个人最关注的其实是两件事 一呢 提高百姓收入的具体办法是什么 二真正的再重复一遍 是真正的解决就业问题的具体的办法 是什么呢 关注我只说真相的报告